如关于variation的题目 当Peter在某一个月卖了N那么多个收入电话 他的收入就是S那么多次 而知S is the sum of two parts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就是constant 另一部分就是跟N成正比 当N是10的时候S是15000 当N是15的时候S是18000 Apart就问了 找回Peter在某一个月的薪金当他那个月卖了18个电话 B就问了 有没有可能Peter卖了某个数量的电话 令到他的收入就是21300元 解释 S就是A加Bn 因为它说是sum of two parts 一部分就是constant 另一部分跟N成正比就是B乘N 所以代回N是10 S就是15000 另外N是15 S就是18000 所以是两个equation 两个unone 2色减1色 15boy减10boy 就是5个boy 另一部分 18000减15 就是3000 解释到boy就是600 然后代回boy是68 去equation1 解释到A就是9000 所以S就是9000加600 当N是18 当N是18 的时候 S就是19800 所以Peter的收入就是19800 Part B就是告诉你 S是21300 找回N出来的意思 所以你设定 回来equation 你设定 N是20.5 那不是整数 即是说 他买电话的数目 是不可能发生的 你没理由买20.5 也就是说 他的收入是 不会去得到21300 OK 所以就说明 I do not agree